微笑面对自己 会发现世界很美好 一点进步 一点鼓励 一点成绩 我都会非常开心 加油哦 还是要开心 这样一起做事才会有意义 放手去做想做的 人就会在阳光中站起来 每次触摸这些小豆的 它们像一盏盏小灯笼 能照亮天空 深深的爱 让我有勇气 给它们多彩的世界 美好人生 为爱而歌 向幸福出发 感谢你在我车祸时的 不泥不泣 感谢你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 感恩遇见你 你就像摩叔叔一样 妙手回春 让我们挺持妖感 未来我会努力工作 回报社会 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感谢你 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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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看开心中的一切 话还藏出来 藏出来 想要说的话 藏出来 说不出口的话 藏出来 藏在心里的话 藏出来 爱要大声唱出来 想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主持人王冠 大家好 我是陈铭 电视机前您如果也想来到我们现场 可以通过屏幕上的报名方式 来分享您的故事 期待在这个舞台上和您相约 您可以下载央视频APP 打开文艺频道页 往期内容随意看幕后花絮抢先知 还可以和社群好友一起 边看边聊 也欢迎您下载 在央视文艺APP参与节目的各类互动 在这儿的话呢 要提醒所有的同学 学生朋友们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长大 是一件漫长的事情 但是等真的长大了 回过头来看 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有好多事情当时想做的 还没来得及做呢 所以暑假是过一个少一个 拍着指头算是吧 要好好珍惜 今天来到现场呢 有学生也有师长 要分享他们的暑期心愿 那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暑期心愿一起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鬼托人是一对姐妹 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王千如 今年九岁了 我来自湖北省武汉市 你呢 妹妹 大家好 我叫王佩玲 今年七岁了 我来自湖北省武汉市 嗯 跟我们说说 这舞台上放的是什么呀 这要干嘛呢 这是我们做画的工具 做画 一般画画不是都是笔啊 纸啊 这是画糖画吗 对 你们会 对 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因为我们爸爸也是画糖画的 我爸爸画的糖画可好吃了 我跟他学的 画的可好吃了 那你画的好吃吗 也好吃 你吃过姐姐画的糖画吗 吃过 姐姐画的好吃 还是爸爸画的好吃 都好吃 都好吃 好 那咱们看姐姐一块给我们画 你参与吗 你就等着吃是不是 哎呀 好 来吧 糖画是咱们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啊 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你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学的呀 六岁的时候 好 这已经有香味了 因为这是麦芽糖做的 你现在每天吃吗 不是 不 不然牙给吃坏了是吧 我这牙已经坏了 已经坏了 咱们今天就是放假 过个节 给你开心一下 待会儿做完给你吃好不好 好 你以后也想做糖画二代吗 可以当业余爱好 平时跟姐姐会吵架吗 会 是你欺负姐姐吧 说姐欺负我 你姐可蒙点头了 是你欺负姐姐 姐姐她总欺负你啊 调皮是吧 我 我 我没干那个事情 她就说我干了 然后就去告状了 好 爸妈比较偏爱谁啊 偏爱我 你看你 小坏蛋 所以你去告状是不是 看姐姐 就很心疼妹妹 其实对妹妹应该特别好 是吧 对 因为王菲林比较小 应该让着她 多乖啊 放暑假了 是不是都是跟姐姐两个人在家 爸爸妈妈都在外工作 对 我说妈妈还帮我 我们放在老家 嗯 来 冷一下下 先冷却一下啊 我小时候 放学了 学校门口都有卖糖画的 那时候好像都几分前一个 暴露年龄了 哎呀 爱心 信封 特别熟练了 这个信封 是要交给谁的 你告诉我 写信给爸爸的 写给爸爸的 今天爸爸妈妈都来了啊 说说你们眼中的爸爸妈妈 是什么样的呀 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 好高的评价 好 姐姐像谁 姐姐像爸爸 妹妹像妈妈是吗 对 我们来看看 这刚才大家没注意啊 就是王冠妮那边啊 就两个小朋友 在现场熬制这个糖画的原料 然后画糖画的时候 他们两口子在那使劲点评 心里边那叫一个高兴啊 说你看女儿笑起来多好看 哎呀 这线条画的挺直的 点评一下吧 刚才女儿画的那个信封 她画的那个信封的话 也出乎我的意料啊 画的挺直的 没上台之前 在底下练的时候 也是练的那个线条 有时候有些弯 有些不直啊 然后有粗啊 有细啊 我就很担心她到时候上来的话 一次没有成功 画的不好 但她一画出来 第一步我一看 我这个就可以 最后确实画的还挺好的 但是王冠刚才说 她小时候吃过那几分前的糖画 不可能 我小时候都已经卖两毛了 你小时候卖多少 我小时候都差不多一块两块了 那你这跟谁学的啊 我是以前做厨师的 然后在做厨师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糖画这个东西 我觉得挺有意思 然后我就自己自学的 我们一般就是做活动 别人开业的时候 我们过去增加一些现场的气氛 然后让别人回忆一下童年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就出现在那个场合 平时夫妻感情特别好吧 我们结婚了有十年了 反正基本上没有当着孩子的面 有过争吵什么的 就没当着孩子面也没有争吵啊 这很少很少 不是的 就是我们两个人 就是没有那种 你们俩注意啊 你们说话我们都能听得到 我跟他都商量好了的 就是说我的火气上来的时候 他就让着我一点 他的火气上来的时候 我就让着一点 等大家都冷静了之后 他两个人同时上来了呢 很少像这样的 而且的话像这样的情况 我们家两个宝贝也会上场的 是吧 他会灭火的 真的 打个比方说 我老公有时候闲的时候呢 他会去钓鱼 我就觉得你应该 除了忙的时间 要多给家里一点时间 就说他不该去钓鱼 把时间给鱼了 对 然后我家孩子就会说 爸爸钓鱼挺好的呀 他钓的鱼 然后回来烧给我们吃 我们都很喜欢吃鱼呀 他爸爸如果有时候说我 他也会帮 就是这样 他们两个人 经常他们就在中间 调和 当一个像裁判一样的 然后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 哪里做的不对 他就会说我们 今天呢是女儿啊 给你们写了一封信 然后呢你看那信封 都是拿糖画画的 准备好去听听 孩子的暑假愿望了吗 很想知道 今天做了信封 但是我们也特别写了一封信 信里面还有暑假愿望 是姐姐写的对吧 好 咱们来投递信封吧 好 你看一家人用了同一款眉毛 这边请 走走走咱们到那边 怎么样 师傅 显露一下你的本事吧 徒弟很不错 来 直接上道具 来来来来 我们小时候就是 玩这个转盘 转到哪一个 就做哪一幅堂画 就是我们小时候 一直在想 怎么才能够增加转龙的比例 你们这个盘子 没做过什么 盘子都是正常的 它是都一样 但是这个大小有问题 你看看龙它的区域很小 所以说你转到它的 几率会很小 这个龙比较窄对吧 然后其他的你看这牛都很大 你看小周围席都挺大 我的暑期心愿就是吃到一个龙 王冠你的暑期心愿是什么 他说画个龙给你 可以画个变的龙 你看我们现在画这个龙的话 它就是先画龙头 这牙齿 这个是一笔 对 一气呵成 然后龙的舌头 然后再来画它的身体 然后在身上的龙鳞 你看姐姐一看就是特别好学的那种练习 师傅在做画的时候 两眼眨都不敢眨一下 看它可认真了 看它尾巴 哦 基本上要一次一次合成 它这个 一气呵成啊 对 一气呵成 然后它的龙的龙齐 这不能犹豫啊 对 你要停顿的话 它那个地方就特别粗 然后就画出来就不好看 龙爪 哎呀我都馋了 一会儿给你画个配齐 这么好看又不舍得吃 这个味道是真是没变过啊 热 哎龙脚咧 龙脚跑哪儿去了 被你吃了 哦对真的啊 她说我龙脚没画 哎呀 这闺女 这闺女 找爸爸的茬了 是啊 你学一下 你学一下 我不行吧 可以感受 你画一个简单的嘛 我画一只鸡 可以啊拿着 好战高难的 再拿着这个 我觉得你画一条蛇 应该比较简单 试一下 就把它当笔就可以了 这是个蛇 这是一只鸟 哦 全国同款小鸟 这是什么 还行吧 加个棍快 王冠 还有个工序 努力地想一下 只要我告诉你它是鸡 你就觉得它是鸡了 是吧 很成功很成功 很成功 这个就不展示了 好 看这已经画好了 一个立体的 来 这个是王冠的鸡 这个跟龙在一起可以啊 龙奉成响 是的 好兆头 谢谢 感觉我们也过暑假了 这只鸡 你看这舌头 你看这舌头 要不是吃王冠阿姨的 王冠阿姨就是鸡归你了 这个鸡给你吃好不好 给个面子吧 给个面子 给个面子 我拿着 好嘞 大朋友小朋友都有 谢谢谢谢 来 我的暑期心愿已经达成了 你们俩人怎么在一块的 来着 好像这个媳妇来之不易吧 对 这来之不易 因为我是初中都没有毕业的 只读了初一就没有上学了 然后 初一打工去了 家庭条件也不好这会儿 然后就学了厨师 我们大家认识的时候是 你说吧 那么来之不易 你让人家说 你是来之 你不能让不易说 你来之 要把这个事说清楚 因为我们俩认识的话 特别的是一种 真是 像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第一次在火车上认识了 就是他提了很多东西 从老家回来到武汉 我也在那火车 我先上的 然后他后上的 他上车之后呢 我看他提了很多东西 又没有地方坐 我就给他让了坐 让他坐在我旁边在 然后坐 你让人家坐 不应该你站起来吗 我让他坐了一点点 你让了半张一个给他 是不是 你当时对她是一见钟情吗 当时没有 当时我觉得她 就这个小女孩 那时候她还很小 还在上大学 那时候她上大学 坐在一起的时候就聊天嘛 然后就说留了她的电话嘛 但是一直没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也没跟她打过电话 后来第二次在银行里面 她那时候已经快毕业了 读大三了 你不要跟我说 你们是偶遇哦 那已经在火车上 是几年之后了是吗 两年了有 我们是做会计的嘛 学的是会计 然后在那里租点 然后在大厅里面 我在大厅里面站着 值班 然后她就是去那个银行里面取钱 说实话 你见到她那一眼 你还认得出来吗 那是火车上 给你让半个坐的人 认得出来 看到她之后 她就问我 她说 她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上班 我说我不知道 然后她就走了 就脸就一下就很红了 知道吗 我 就走了就进去了 就没看到了 然后我也走了 然后呢 然后走了之后 晚上我就跟她发信息嘛 给她打电话嘛 然后就开始 每天就跟她打电话 发信息 慢慢她就打电话 联系多一点 然后我就觉得 摇一下天 这个女孩不错 可以值得交往 然后呢 然后就跟她谈朋友啊 谈了有三年 就每天 但是三年 我们俩都没见面 因为她从武汉走了之后呢 就去广东打工了 然后我们就天天 就打电话 发短信 打电话发短信 每天晚上十点钟 给她打电话 你也没前期她 没上过学啊 因为出校门 我感觉好像 思想就比较单纯 没有想那么多 就觉得她这个人 很有上进心 我虽说那个文化程度不高 但是我的情商很高 然后我做 我做事的话 就比较有上进心 而且是一个 很有责任的人 我觉得啊 很踏实 你自己 跟你表扬 与自我表扬相结合 你这个 然后我就觉得 做厨师的这个时间呢 每天的节假日的话 都是陪 陪那个 在酒店里面炒菜嘛 没有时间陪家人 我就后来我就 在做厨师 就发现了一门手艺 就是这个唐仁 后来我就学它嘛 学了这个唐仁之后 我就开始在外面摆摊 卖啊 那时候还可以摆摊 卖下唐仁 就每天晚上下班了之后 去卖 后来就专门的 就是一直就全心的 做这个唐仁 然后就到处摆摊啊 做活动啊 后来就慢慢的 就是越做越多 现在会的手艺有好几种 有唐仁啊 面仁啊 还会做面仁啊 对的 这花了多长时间做的呀 一个作品一个星期左右 就可以做好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走吧 这是我们武汉 互不向早餐的小吃 有热干面 油条 汤包 还有 豆皮 豆浆 挺饿了 还有很多很多美食 等着你们去解锁 这个是我们家的全家福 这个是爸爸 姐姐 我 妈妈 那不是个男孩吗 这是个女孩 这是个男孩 女孩 你小时候就是 还不是长头发的时候 对不对 对 爸爸在做自己的时候 为什么把自己做那么帅呢 因为他很自恋 那为什么爸爸和这个大姐用的是同一款脸呢 本来就是的 我爸笑我姐 我爸笑我姐 今天他们来到现场想给你们写一封信 因为过暑假了 爸爸工作是不是也特别忙 假期的时候也难得有时间陪孩子吧 很少 因为我们的工作时间就是节假日 他们放假了 我们就要忙了 所以您都是跟着您老公一块在外面做活动 现在我们一起做事 其实你可以发现这两个孩子 跟他们交谈的过程当中 他们很快乐很阳光 所以其实一个家庭的氛围 对孩子成长起着多重要的作用 在一个爱里成长的孩子 我相信真的是可以治愈一生的 今天两个小宝贝给你们写了一封信 姐姐执笔写的 来 爸爸 你辛苦了 为了我们这个家 你付出了太多 在我的记忆里 你总是忙忙碌碌的 爸爸 我知道你压力大 但也希望你多注意休息 也多陪陪我们 妈妈 谢谢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 把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幼儿 养成婷婷玉丽的姑娘 现在我和妹妹长大了一点 你不用太操心 你和爸爸出去做事的时候 我会招呼好妹妹的 今天来到幸福出发 我还有一个暑期心愿 就是我们一家四口 在北京旅行一次 这个心愿在我心里 已经埋藏很久了 如果没能实现 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一家永远在一起 相亲相爱 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没事 一定会实现的 明天就去实现好不好 明天就去实现 好 明天就实现好不好 好 然后妹妹还画了一幅画是吧 妹妹画了什么画 跟我们说说 来 这个画的是爸爸 这个画的是我 这个画的是姐姐 这个画的是妈妈 画的就是他们明天去北京玩 拍一张这样的照片 对 好的 妈妈 好 来 暑期愿望也实现了 真好 一个温暖的 充满爱的小家庭 好的 那像他们这样的家庭 愿望实现的时候 适合听什么样的歌呢 最爱听什么歌 今天满足你 实现第二个愿望 虫儿飞 好 我们有请博文送上 虫儿飞 黑黑的天空低垂 亮亮的繁星相随 虫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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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似余睡 天上的星星流泪 地上的玫瑰枯萎 冷风吹 冷风吹 只要有你 你 衣服 在这一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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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怕心碎 不管累不累 也不管东南西北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欢迎委托人杨玉芬 今年多大了 苏七 学生装束 青春美少年的感觉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第一次见到你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在一年之前 你完全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对不对 对的 我带了照片 这是我一年前的样子 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 可以 好 这是你 十六岁的时候 玉芬 你能告诉我 你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吗 我之前的话是脊柱测瘫患者 然后我是 我们家 家庭三代都是那个脊柱测瘫患者 在你多大的时候就发生了几柱测瘫呢 我是 因为我之前是不知道有这个病的 然后后面我是出山的时候 就是 就一次洗澡 一次偶然 然后才发现这个情况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 不是很爱说话 很自卑 对 有点 它对你的生活有造成一些 什么样的影响吗 就是每次出门的话 还是会被人指指点点 后背 看起来就是 给人一种很不好的感觉 就是我每次走出去 他们会问 你为什么驼背呀 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就会 遭到一些 那个冷嘲 疯之类的 而且青春期的女孩 肯定会更爱美 所以 去年的玉芬 不太爱出门 不太爱和同学说话 交流 但是今年 看到了你脸上 一直洋溢着笑容 一年之后 现在 让我看看你的背 挺得直直的 对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你凑过来 对 挺得直直的 现在完全康复了吗 对的 刚开始手术完 两天我就可以打游戏了 然后 两天之后 我就可以下地了 假期过后 我就开始学习 后面的话 那个 体育活动那些 我也可以照常地参加 就是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今天你要写信 感谢的是谁 写给谁的 我想行给我的两位父亲 一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还有一位呢 没有猜错 应该是你的主治医生吧 对 就是一位的话 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是我从小 就是我妈妈就不在我身边 然后我是被我的奶奶带大的 后面是我的爸爸 就是在外面打工 他想给我就是做这个手术 然后他就要筹集那个费用 我的那个杨教授 是我的主治医生 我非常地感谢他 他就是为我跟我爸爸 都减强很大的那个经济压力 然后他那时候就是帮我做好手术 然后我现在才能这么阳光地 站在这个地方 杨教授不仅亲自操刀帮你做手术 除此之外 减免了医药费还是完全免费了 我的手术费用的话 就是一部分是自费 还有一部分就是他们减免的 然后还有一部分的话 就是靠那个社会有爱心的人员资助的 减轻了你们整个家庭的压力 所以今天来到现场 特别要感谢杨教授 爸爸也来了 我们来认识一下杨教授 这是接收区啊 坐在中间的就是 玉芬的主治医生杨教授 你好 大家好 旁边的是玉芬的父亲 老杨 欢迎你 我是杨玉芬的爸爸 谢谢 对 这个脊柱侧班 它是有家庭遗传的是吗 在我们家里应该是遗传 你的父辈 我父亲也是这样 对 玉芬现在接受完手术以后 我们刚才看 就是非常青春的样子 对 但是您现在其实还是处在一个 脊柱侧弯的状态 我现在是处在脊柱侧弯的 有一点 我是侧弯 好 您请坐 我们刚才看这个玉芬 一年之前的这个照片啊 人家后背就像是拧 拧在一起一样 这个是不是越早治疗 效果越好 对 越早发现 再早都可以 不用手术 保守治疗 都可以 那就比如说老杨这个情况的话 手术的难度就比玉芬要大很多 应该这么讲 他现在骨头比他硬的多了 肯定强强 但是呢 他爸爸的这个程度 没有玉芬这么重 他已经完全弯曲了一百多度 爸爸还不到一百度 手术的难度大吗 要通过手术去解决什么问题 可能大家知道骨科手术都挺大的 但骨科手术里面 风险最大在脊柱手术 而脊柱手术里面最大的就叫脊柱车弯 我们叫皇冠手术 我们要把一个人的脊柱全部打开 而中间的脊柱就像我们的鸡蛋一样 我们经常说 你把石头打了 但鸡蛋你不能碰 一碰到脊柱 病人就会瘫痪 玉芬现在的手术结果是非常好的 我们看得出来 身高还长了一段 那么以后他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处理吗 还是说他就彻底告别脊柱侧弯的病魔的困扰了 他就是一次性矫正以后 他就完全恢复正常 以后不再自助 而且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所以小杨这样手术完了以后 他现在可以打球 可以运动 生活完全治理 另外一个 像这种小朋友 脊柱侧弯以后 好像身高长了多少公分 就一次手术长了15公分 把它完全成停停玉里 您刚才说的停停玉丽那个词 太让人暖心了 玉芬的父亲 在女儿治病的过程当中 付出也非常的大 所以今天玉芬 停停玉丽的玉芬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写了一封信给两位 我们也一起来听听 她在信中写了什么 还有她的暑期心愿是什么 好不好 好 来 来 有请玉芬 投入信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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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超音乐 观看 感觉 会ẩn 女儿现在和爸爸一边到了 来 走 咱们到上面去坐 梁教授 您自己有计算过吗 从您手里走出来的病人 开始挺直腰板 拥有自己生活 有多少成功案例 我自己干了二十多年 在我手上做几处机型 做了三千多例 集中路车弯起码占了百分之三十 应该比较幸运 也许是大家的信任 我们团队在目前为止 没有一例医疗事故 同时我们的设备条件 在新的单位都是国际一流 而且也是因为他们的信任 把生命之托交给我 虽然他们贫穷 但是信任我们一起去拼 我们做手术他们有口号 说杨教授我们俩一起上战场 他们都知道风险太大了 不管输赢我们一起去 也是这样子让他们看一次性手术 能增高一十几公分 而且我们的初血量是很少 矫径力很高 并发症很少 都是他们给的信任 同时团队在一起 所以我丁天说一句话很感动 又在这个场合 真正是他们导致我们技术往前走 同时也不是我一个人在做 这个手术一个人做不了 是个团队 这样的一个手术需要做多长时间呢 长要十几个小时 常规急中车弯 都要十几个小时 郁芬做了多久啊 我不记得了 但是呢我想 它不是我们最重的 它虽然都是厚度 郁芬是多少度 是110度加104度 对110度 因为车弯很重了 但也在我们那儿不算最重了 最严重是要多少度了 我们伽玛到200度的 把人去过来 但这是他们的信任 看到今天他们的回报 对我们的奖赏是很大的 我们学到了技术 得到病人信任 但我们的付出 让病人获得了新生 特别是家庭获得新生 一芬的爸爸 您是很幸运的 您怎么能找到杨教授的 他的表哥通过杨军林教授 做我手术以后 恢复得挺好 我就打听到这个小时以后 我就马上就联系他了 所以我就到去找 筹钱 筹钱以后 筹了几亿钱以后 我就到 当时筹了多少钱 到去借亲戚朋友 没筹多少 就是筹了一点点 能够住院的 然后再慢慢地 通过亲朋好友 设备救助 然后在上海手术 中间的心酸 真的是 玉芬的爸爸呢 为女儿的病 去打工 去借钱 去筹钱 但是筹到钱的话呢 你首先没想到 其实自己也是一个 脊柱侧弯的患者 对 你只想着 怎么把女儿治好 自己 就没关系 根本没考虑那么多 我就想 我就想 还不能像我一样 照别人白眼 做什么事情 对生活工作 都有很大的影响 只想到快一点 好 您打几份工啊 我现在 像工地上面 背了很重的 农民工嘛 一个普通的农民嘛 哪里有活就哪里去 人家坐十个小时 我坐十二个小时 人家坐十二个小时 我坐十六个小时 人家不能坐的 我就想办法 能坐的多坐一点 个子很小 看起来很单薄 但是你真的 把这个夹扛起来了 是 手术成功以后 能给我们讲讲 你当时的心情吗 我没有想到过 我会完成这个 脊柱测王的手术 因为我刚开始是 想都没有想过 我会 就是做手术 这个过程 虽然说很艰辛 很痛苦 但是我很快乐 就是完成之后 看到自己 现在这个模样 然后心情 也是非常的好 手术成功以后 特别着急 回到学校去 对的 就是刚开始 手术完之后 我就一直在想 什么时候回学校 然后见到我的朋友们 他看到我之后 变化这么大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杨教授 今天一芬还特别写了信 要给您 谢谢您 其实也要谢谢 自己的父亲 我觉得你的父亲 真的不容易 一个人 就像陈铭说的 这么小一个 瘦瘦的 但是扛起了整个家 给自己的女儿 带来了希望 给你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所以应该跟爸爸 说些什么的 我们一起来念信 好不好 好 亲爱的爸爸 尊敬杨教授 你们好 杨教授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杨玉芬 您救受了众多患者中 一个追不起眼的小姑娘 我从小是驼背 我们家的家庭条件 非常的不好 手势费用又很贵 这让我以为 我自己会背着 大伤过一辈子 感恩遇见您 您就像摩叔叔一样 妙手回春 让我们挺直腰杆 现在 我们不会因为驼背 比别人指指点点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抬头挺胸 自信地生活 我真的很感谢您 带给我一个 全新的人生 亲爱的爸爸 您也常常教导我 要记住 每一个对我好的人 我会记住您的话 未来 我会努力工作 努力学习 努力生活 去回报你的养育之恩 听您的话 尽自己所能 去帮助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 回报社会 将这份爱心 传递下去 再次感谢 我的两位父亲 谢谢你们 谢谢 看你也有一些 眼里泛着泪花 感动的 但是我也为我团队感到幸福 是 感恩有你们 其实在我们手中 排阔的我更重要 是 所以我在这儿 也是很感谢他 是他真正 听听说出心声 也是他们 让我们团队 毫无怨远地 再做这么风险 大的手术 再往前走 杨教授 其实今天现场 还有三位特别的来宾 他们曾经是你的病人 现在也可以 自信洋溢地 走上我们的舞台 来 有请 有请他们 好 谢谢 带上了鲜花 您还记得吗 不 我记得真的 我们已经 治疗三百多个 十年 确实我记不得 但是有几个很特别的 我心目中一直记得 他弹了吉他剧 卖唱 挣钱 一个孤儿 他让我创造了 我们团队 一个新的历史 没人听他签字 让我们医生 听他签字 是的 我现在也是 一名志愿者 我也常常和那时 和一些没有手术的 一些患者 告诉他们 如果要去做手术 那就要相信自己 一定可以 要去做手术 就只说yes 不说no 我也挺感谢教授 带给我希望 因为我之前 也是很自卑的 现在也比较开朗 也比较爱笑 也比较爱说话的 这些都是杨教授 带给我的 所以就非常感谢你 杨教授和你的团队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对于这些患者 在前行的某一段 黑暗过程当中 照亮过他们 所以这份温暖 会一直持续陪伴他们 未来的人生道路 感谢由您再一次谢谢 也特别想跟 这位伟大的父亲说 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希望有机会 你加油 可以让爸爸 也能做上手术 好不好 好的 今天还有一个暑期愿望 要告诉我们 是什么愿望呢 就是我爸爸 非常地喜欢 刘和刚老师 我希望能够见到他 然后希望他能够 送一首歌给我的爸爸 然后非常地感谢 我的父亲 这个可以满足 杨玉芬您好 我是歌唱演员刘和刚 看到你之后 听到了您的故事 让我很感动 你在新时代 你遇见了好人 遇见了杨教授 这样有爱心的人 让你重新走向健康 而且今天穿着这身裙子 特别特别地漂亮 祝福你越来越好 努力加油 回报 祝福国 为祝福国尔奋斗 乐观防队 君尔奋斗 奋斗 荺 dragon 十月 十月 二年 十月 二年 八十月 大 紐 二年 你拉着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小的时候呢 因为听力的关系 他是一个重度听力障碍患者 也就是说此时此刻 祝岳完全是看我的口型 来判别我说了什么 对 这样好不好 我们先给大伙来展示一下你的舞蹈功底 给我们秀一段拉丁舞的经典动作 好不好 来 学拉丁舞多长时间了 我学拉丁舞大概是从小的时候 从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了 八岁的时候开始学了 是你自己喜欢吗 你怎么接触到拉丁舞的事 看到电视上有人表演吗 对了 是了 因为到我八岁的时候 我看到跟别的小朋友在跳拉丁舞 然后我就也特别讲跳舞 然后我的父母就给我 抱了拉丁舞一有余伴 从那个时候叭一张地跳舞 你从多大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听力出现问题了 完全听不清楚别人说话了 到我两岁的时候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是因为发高高 那个失去了听力 两岁的时候发高烧 导致听力出现上啊 然后失去了听力 几乎是失去听力了 我看你右边这个耳朵 带着助听器是吧 带着助听器能听到一点点 就能听到一点点 其实在这么小的时候 听力就出现了障碍 对你学习语言 是有很大的困难的 谁教的你说话 因为我小时候 两岁的时候 我父母发现我 听力有些问题 然后就把我送到 亢坤语言 亢复进行一个锯面 然后大概在三岁左右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把我接回来了 然后就从那个时候 一个都是我的母亲 教我说话 你会手语吗 会 会 会手语 那你在学拉丁舞的过程当中 完全听不到音乐 怎么学呀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我最大的遇到的困难 就是因为这个拉丁舞的音乐 它就要有分有快有慢 对 但是我同学也要特别感谢 我的那个拉丁舞老师 和他亲自带着我跳舞 然后每一次放音乐的时候 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 节奏和动作要等 那你今天是要来感谢谁 写信给谁的 今天我的节奏 给给 节给我的 手语 养老师 手语老师 对 他在你学习舞蹈的过程当中 怎么帮助你的 从我来到艺术团的时候 我记得 2011年 出现的时候 他对我们 要求特别地严格 对我们的业务 排列 就无论他给我们 关页课 还是排列节目 他都不会放过任何的季节 然后 一遍就是告诉 总会告诉我们 跳舞的时候 不要给光系一个动作 要有 带有表情 感觉 你只能跳舞 所以你在舞台上的完美呈现 也离不开你的 手语老师 对 今天要好好谢谢他 欢迎杨老师 您好 这里是接收区 手语老师 杨向天坐在我的身边 欢迎 大家好 我叫杨向天 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一名手语舞蹈老师 是怎么进入残疾人艺术团的 我觉得就是还是机缘巧合吧 老师说 你需不需要去这边艺术团去面试 我说什么艺术团 他说中国残疾人艺术团 我说中国残疾人艺术团 我说那是干嘛的 然后他说你知道牵手观音吗 你知道台丽华吗 对你知道台丽华 我说这我太知道了 是 学舞蹈的人怎么能不知道这个节目呢 他说就是那个团队 我说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犹豫了 因为毕竟我说教学方面 是不是会有一点点难度啊 他说你愿意教吗 就没有问其他你愿意教吗 我就没有仔细斟酌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孩子 我说我愿意 我就来到了这里 一工作就工作了十年 向天本身是学芭蕾的 对 你到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以后 你需要教学生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们听这个介绍 你还要教他们手语啊 对对 手语其实也是我后学了 今天呢 您的学生会有一封信 要写给您 我们一起来听听 好的 好 来 朱月 我们来投地信封 这下安心了 对 看到老师就踏实了 走吧 咱们到那边 很难想象 杨老师 原来是一个芭蕾舞演员 对啊 现在做手语老师 而且是到了艺术团之后 才开始学习手语的 学了多长时间 可以毫无障碍地跟他们沟通 应该是三到四个月 学习的手语 对于有听障的舞蹈演员来说 那这个教学应该如何去完成呢 其实挺有难度的 我刚到团里的时候 没有想到他们的排练 会这样的差异特别大 从嘴就一下转成手 这个过度还是比较艰难的 然后最大的障碍 其实就是他们学习跳舞的时候 他们有的听力不一样 比方说朱月 它是处于重度听力的 所以他从小可能经过了一些语训 他能看懂口型 但是大部分的孩子 他们来说 从小是没有接受过语训的 所以对声音根本不知道 是轻还是重 还是欢快还是悲伤 所以他们感受不出来 所以等我们放 就比方说牵手观音 这一个舞蹈节目 它我们会用耳朵去 趴在音箱去感受音乐的 节奏的震动 我们会有个红骨 红骨放在这个排练厅 这个红骨就是他们的节奏 然后去敲机红骨的时候 那个声音震动到地板 然后让他们自己的身体 去感知这个节奏的快与慢 他们是靠季节排 并不是说真的能听懂音乐 那什么时候开始让你觉得 做一个残疾人舞者的老师 也特别有成就感了 其实我刚工作的时候 没有太大的那个反应 可能是一道 最重要的是 2015年APEC演出的时候 我们是在排练牵手观音 在那一刹那我觉得 可能就被尊重了 可能觉得 其他人都说 你怎么去特教当老师了 你完完全全可以 以这个芭蕾舞演员 可以继续在团体跳舞 为什么从前面转身 转向背后了呢 其实我觉得 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可能 我的这个方向转变了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的工作更有意义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冲动 或者是愿望 再登上舞台呢 其实是有的 对 尤其是 我觉得是 应该是在前几年的时候 愿望特别的那个 充盈 就是觉得 我真想跟他们一块 在台上跳舞 可惜 就是 我没有办法 跟他们融入的 因为我如果 我跟他们一块跳舞了 旁边就没有他们的耳朵了 因为我们要站在旁边 时刻坚守自己的岗位 如果我们 没有我们 那这个舞台 也就不是艺术舞台了 朱岳见过杨老师 生气发脾气吗 生气 我见过 见过是吧 他发脾气的时候 什么样啊 发脾气的时候 要开了一下 把我 说我发脾气的时候 像要吃人一样 就感觉把他要吃了一样 你怕他吗 说实话 怕他吗 有点怕 他是不是特别严格 他特别的严格 就是听力方面都不太好 你怎么表达你的愤怒呢 用手语吗 就是 连手语带怒吼 然后 带敲鼓 对 就是三下七七 全都用上了 然后他们就是 能从表情就看着出来 杨老师真的发火 那你这发一回火还挺累的 挺伤身的 用了很多的时间 在这些需要帮助 需要爱的 也可以说是孩子们身上吧 就你是把他们当自己的妹妹 弟弟 你是用一份爱在呵护他们的 对 其实他们平时老光 我叫杨老师 杨老师 其实我并不觉得心里觉得 我是他们的老师 我觉得可能 更多的就是一个大朋友 就是一个好朋友 但是你牺牲了很多 我觉得工作嘛 每个人都会牺牲很多 与家人陪伴的时间 自己休息的时间 我觉得每一份工作 都应该去 你自己去坚守 工作中 也会获得快乐和幸福 作为一个舞者 没有舞台 从台前到幕后 他还不是在幕 他是在台侧 然后作为一个指挥 一样的人存在 我觉得对于一个 学了这么多年 从小学舞蹈的人来说 是挺难接受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既然来到了 《向幸福出发》 暑期心愿的舞台 能不能够 我们就让小杨老师 和自己的学生 一起给我们带来一个节目 好的 好的 可以是吗 好 来 就是刚才 我的眼光会不自觉地 被小杨老师吸引 就是尽管他是在指挥演员的动作 但是本身这个指挥的过程 特别有舞蹈的律动 特别美 我觉得是一种特别特殊的舞蹈 是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整场访谈的过程当中 老师 杨老师一直在给祝岳笔划首饰 翻译 是 做翻译 其实祝岳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口型来判别我们说了什么 但是杨老师还是希望自己在旁边能够让他安心 对 是 所以全程在做翻译 今天祝岳来到现场 特别想要感谢一下杨老师 还写了一封信 那咱们先来念信给杨老师听好不好 好的 亲爱的杨老师 您好 忘不了在2011年与您初见的时候 您到我们排列时 总是严格地标准要求我 并且耐心地就跟我的动作将武道歌手传授给我 让我更深刻地理解 到我考课大学时 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焦虑 是您安慰我要努力提高自身能力 不要满足于健康 这样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默默无门的您到舞台上 然后自己让我半光半热 您的爱在无尽功透露着平板 却又暗寒一阶没法 我很幸运能在您的目光下耿感 在您的培养下耿谈 在您的鼓励下变得勇敢 感恩遇见您 谢谢杨老师 谢谢 杨老师 现在让你换岗位你应该都不愿意了吧 就完全已经熟悉了现在的状态 想在这个岗位上做多少年 我觉得可以一直做下去 不后悔 不后悔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 他们的世界是很寂静的 是 所以没有外界的一些喧嚣 也让他们更懂得用纯粹的心 来去和对方交流沟通 其实他在面对你的一刹那 是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了你 对你极度信任 对 我觉得 人生可能没有那么多人 会把你的全部的安全感 和信任交给另外一个人 我觉得我很幸运 对这个世界呢是五色斑斓的 同时也是充满了美好的声响的 你听不见没有关系 由我带你去感受整个世界的律动 我觉得这是我们 残疾人老师的伟大之处 今天还要完成住院的一个 暑期心愿 暑期心愿是什么呢 我的暑期心愿是 希望自己能拿到 拉丁舞教师各个证 这样就可以叫我一下 拉舞蹈的残疾孩子 包括他们 推荐自己的人生梦想 他想考一个拉丁舞的 教师资格证 然后用自己的一些能量吧 去传递给大家 让他们也有学习 要残疾孩子也有学习 拉丁舞的心愿 让他们实现他们自己的梦想和理想 所以你是她的榜样 其实她看着你 也知道自己未来要努力的方向了 好闺蜜 好姐妹 同时也是工作的好搭档 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 我们有请朱华带来春雨 好当旅程白日上 推药yer 请朱华带来春雨 天光地老万元帐 他人间花伤 何恨逍遥 归去我愿 以梦为盲 早不违方 大宁为家 来年有座遍的芳花 天光地老万元帐 他人间花伤 何看逍遥 归去我愿 以梦为盲 早不违方 大地为家 来年有座遍的芳花 来年有座遍的芳花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电视机械 您想要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上的 报名方式 来分享您的故事 期待在这舞台上和您相约 欢迎我们的委托人曾薇 曾薇身兼多职 您跟大伙介绍一下 主持人过奖呢 我是来自贵州省 贵阳市花区区 九安湘成兴学校的校长 也是吴三村的支部副书记 也是我们九安湘的赴年副主席 那您现在的工作重心是 以学校这边为主 学校成立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有09年成立的到现在有12年了 当时怎么会想到要承办这所学校的 我们当时有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呢 然后我们那儿有一百多个学生 他由于这种收不抵资 然后他就破产了 然后这个学校的孩子就意味着 要分流到就是我们七公里远的乡镇去上学 然后我们那儿到镇上去上学呢 也没有交通工具就是靠着孩子们每天走 但是就是每天到学校已经很累了 孩子们就学习是很疲倦的 然后我当时从学校毕业就是自己在做建材生意 然后我就主动请英回来就承办了这所学校 那也就是说这所学校的孩子们来上学 是不是不用付学费也不用付生活费 要付但是付很少的学费 就是基本上就是连我们一个学校正常的开支都不能维系的 所以从承办学校到现在您一直在往里贴钱 是的 一年要贴多少有计算过吗 一年要贴将近八万块钱 一个学校有多少学生 我们不到一百 因为我们这所学校呢 它是属于一个村级的这种中学 它就是承接的就是我们村 还有就是隔壁三个村上初中的孩子 所以你还在做着其他的工作来贴补学校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他就是我的爱人 我觉得就是他全力地支持我 没有了后顾之有 爱人跟您结婚有多长时间了 多少年了 我们结婚也有十二年呢 你们有自己的孩子吗 有 有两个孩子 今天来到现场就是要感谢自己丈夫的全力支持 是的 毫无怨言 对 来 我们认识一下您的丈夫 这里是接收区增威的先生 夏国欣就坐在我的身边 欢迎 您的这个家庭呢是妻子身兼述职 结婚十二年了 在外边忙得这个不可开交 你作为丈夫心里是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 我可能没有他能干嘛 但是我得给他把后勤的工作给他做好 有帮着妻子一块打理那所学校吗 有 就是我有时间的时候 我就会抽空 看学校有什么能够做的 比如说哪里的门坏了 哪里的水管坏了 我能做的我给他做了一些 增威在你的眼里边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 从一些车祸发生 车祸发生 对 什么时候 我们结婚以前吧 结婚以前 对 那个时候你们认识了吗 认识 在恋爱 对 恋爱的过程当中 增威发生了车祸 对 严重吗 还是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当自己的女朋友 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选择了不离不弃 和她一起面对今后的风雨 今天增威写了一封信 也带着她的首席心愿 我们一起来听好吗 好的 来 来 增威我们投地信封 谢谢 结婚十二年 走到一起的时候 还是会不自觉的食指相扣 恩爱 这位刚才您先生特别说到 曾经发生过一场意外 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有结婚 那是一场什么意外呢 是2009年的3月 然后我从外面驾车回家 回家的路上呢 因为天上下着小雨 然后路上就特别滑 然后我就撤翻了 翻在就是三十多米以下的深沟里面 我当时的状况是非常不好的 完全已经就是没有意思了的 当时我母亲她们把我送到医院去的时候 就是做膜下枪出血 然后已经是三十八毫升了 然后我的后面的整骨骨折 颈椎然后腰椎和骨骨都是不同程度的受损 所以当时我应该是在ICU住了两周 出了ICU的时候清醒了吗 当时应该是还没有醒 是转到外面来才醒过来的 这已昏迷了多长时间 您都在吗 在的 每天都在 每天都在 您在照顾着她 她的家人和我 我们都一起在照顾她 你会跟她交流吗 虽然她完全可以说听不到 也不知道周边发生了什么 你会在她耳边说些什么吗 会给她说嘛 一直鼓励着她 和她说一下 我们以前发生过的一些故事 作为家人 要有点耐心 一直给她鼓励着她 让她尽快醒过来 你们那时候还没有结婚 对 所以从法律上来说 你没有这个义务 要照顾她 陪伴她 你有没有想过 或者你家里人有没有劝你说 算了吧 这门亲事咱们就结束了吧 就不继续了 有说过 但是在我心里 已经在我心里生根发芽了 放不下了 已经把它当成另一半了 后来车祸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我车祸以后 其实我最感激我先生的 不仅就是车祸的时候 因为我一直昏迷 我不知道就是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谁守着了我 但是让我最感动的是 我患上脑膜炎的那一次 因为在我们那时候 老一辈说了嘛 就是患上脑膜炎可能就会傻 然后这个人就会 没有就是意识呀这些 然后那时候就是每天都会抽这个老吉业 然后那种疼痛是可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和底线的 很疼很疼 每天就是那个抽老吉业的时候 那种痛苦是我没办法扛住的 但是他也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先生就是一直这样照顾着我 陪我走过我人生当中那一段时光 所以我特别感激他 也是他给了我重拾生活的这种信心和勇气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连放弃我自己生命的资本都没有了 我觉得这样我会特对不起他的 为了他的付出你都得好好的活着 活着 就是死都不能死了 因为当时我们患上脑膜炎 那一层楼很多人扛不住这种压力都自杀了 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为了他 我觉得我也要扛过来 发生意外 到后来举行婚礼之间隔了多长时间 应该有一年多吧 其实那时候我也挺纠结的 到底还要嫁不嫁给 你还纠结什么人 在你床边守了这么长时间 照顾了你这么长时间 你还纠结 我不能毁了别人 你不想拖累他 那个时候还没完全康复是吗 没有 没有 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 出会以后 未来会给我带来什么 还有老摩颜的后遗症 未来会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什么 然后但是他还是 在我母亲的面前 还是要坚持结婚 今天要来到现场 特别感谢一下您的丈夫 以前在家里会跟他 说一些你的心里话吗 不说 说不出来 就是我们都是用实际行动 去证明我们彼此还有对方 从来没有开过口 那咱们今天就把 之前没有说过的一些话 写下来 念出来 弥补给他 好的 好的 来吧 亲爱的你还记得吗 我们相识在一个秋收的季节 那天你从艳阳高照 等我等到夕阳西下 再到满天的星空 安静而又美好 心里满满的都是温暖和感动 我要感谢你我的丈夫 感谢你在我车祸时的不逆不弃 感谢你在我老魔眼时的相依相伴 感谢你在我久经生时 生命垂危时的不放弃 感谢你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 一个幸福的港湾 感谢你这么多年以来 对我的包容和理解 也许未来不是我想象的这样美好 但是我总相信缘分是对的 我坚信指指指手 与子偕老 这是我们的未来 我会带着一颗感恩的心 等待着你的未来 你的妻子 挺坚真的一个丈夫 你说起来她好像 比如说不善于表达 反应比较慢一点 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就造就了她的不离不弃 和她的坚守 嗯 今天学校里边啊 故宫里面去学习学习 我们国家的文化吧 你们学习完了之后 再回去分享给其他的同学们 所以在这一时段呢 我们也要送给你们一首歌 我们要有请金九哲带来 《青春短暂别留遗憾》 earliest 明天 那些精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暑期心愿 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述说了他们的暑期心愿 我相信正在观看节目的各位 也会有你们的暑期心愿 我们也祝愿你的心愿 能够落地开花 毕竟所有的梦想都应该被看到 没错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再见 微笑面对自己 会发现世界很美好 一点进步 一点鼓励 一点成绩 我都会非常开心 加油哦 还是要开心 这样一起做事才会有意义 放手去做想做的 人就会在阳光中站起来 每次触摸这些小豆豆 它们像一盏盏小灯笼 能照亮天空 深深的爱 让我有勇气 给它们多彩的世界 美好人生 为爱而歌 向幸福出发